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环绕法 环绕法是一个可以用来做对称性模型的一个方法 什么叫做对称性模型我们待会看了就知道 我们可以建立像齿轮 然后像弹簧 像一些具有圆形对称性的物件 这个我们就可以使用环绕法 我们现在要来建立一个齿轮 建立齿轮的时候请你把一开始的立方体拉到旁边来 然后切到测试图 然后选择这一面 记得这是面模式 选了之后缩小 这样会比较像一个齿的样子 那再回到顶式图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像这样的东西 那这就有像一个齿轮的齿 好 这样我们已经建立完一个齿了 那再来请你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 那按tab键就可以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在这里请你设定它的spin degree 就是旋转的角度设定成360度 因为我们要整个圆都环绕出来 那再来把spin dupe steps设成30 其实这个设成多少要看你的大小而定 如果你弄得很大的话 你可能只要七八个就就环绕完了 如果你弄得很小 可能要几百个才会环绕成一圈 那得看你想要的齿的大小 那请注意它会绕着谁环绕呢 会绕着你的3D的游标环绕 所以你3D游标一定要放对 如果放错了 你会发现它绕出来不是照着这样绕 绕在3D游标的四周 那当你按下这个spin dupe 那它的齿轮就会建立完成 那成像的结果就会像这个样子 那这部分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做 待会还有更复杂的 像那个弹簧 那我们先来做这个齿轮 那我就回到blender画面 我先把这个东西存在 好这是我刚刚做的弹簧 待会我们会看到怎么样做出这个弹簧 那首先我们先要做齿轮 那我先把这一个物件呢 移动一下 移到这边 好 那我觉得这个齿轮这样太大了 我把它缩小一点 好 这样就好 好 接下来呢 我切到侧面 side 错了 我要切到侧面 好 切到侧面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拉小一点 那但是请注意 我要先进入编辑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选这个面 选这个面 那请记得一开始要先取消全选 然后再选面 选面之后呢 你确定选到面了 按S把它缩小 那这样就形成一个齿轮的那个齿 那我们回到 回到 顶式图 来看 那这是一个齿轮的齿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环绕法了 那我先测试一个 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环绕的degree只设90 然后step只设9 那我按Spin Dupe 抱歉 你有没有看到 我刚做了一件错的事情 我按Spin Dupe的时候 怎么只有这条线被 被环绕出来 那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全选 我要全选 我按Ctrl Z 回布 好 我先把它全选 全选了之后 再按Spin Dupe 抱歉 这时候你会看到 我们的Spin的状况 太过紧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90度 然后九步 太过紧 我再按恢复 好 接下来我要真的来做了 我要做360度 好 那我选一下 我这边step 我选30 好 那我再开始按Spin Dupe 好 那我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齿轮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它的齿有重叠 对不对 那或许你想要这样子 因为你要看它的成像结果 那或许你不想要 那我们可以稍微按一下F12看一下 是这样太大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 那有几个办法 好 一个办法是我把相机拉远 OK 我要先回到物件模式 然后把相机拉远 好 我按F12 那你会看到这个 那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齿轮有重叠 你不喜欢 那你也可以把它的重叠调掉 那调的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可以进入一样 再进入编辑 抱歉 我要先选这个齿轮 然后再进入编辑模式 那当你环绕的时候 就请注意以后 你的step就不要设那么多 不要设那么多的结果 它就不会重叠 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我step呢 之前设的是 比如说24可能就够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恢复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恢复 OK 那就请各位同学呢 你先试一下 那这部分的调的好不好呢 会决定你的齿轮长什么样 好那请各位先去做一个齿轮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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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